即使新闻综合报道,一名家住台中的民众,突然发现家里的电表竟然发生逆转现象,让他大感奇怪。 台电表示,如果家中电表款式老旧,且家中装有发电装置,就可能造成电流回送而产生电表逆转的情况,若是95年之后的电表,因为里面都有制止法,就不会有逆转状况。 据东森新闻报道,台电配电处副处长许敦贵表示,家中如果装有太阳能板,发电机产生电力,当没用电时,电力回送就会出现电表逆转的情况。 许敦贵呼吁,如家中有太阳能发电装置,务必向台电申请家装专用的电子表,以维护用电安全。 如果是95年之后的电表,里面都装有制止法,电流回送指针不会逆转,数字也会同时停止,所以不用担心被多计算电费。 台电人员表示,已派人前往台中这位民众的家中,深入了解情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